六千四 两千 三千 再加两千 基本上都会贯通了 技能一千四 紫色名字 成就很高 原始种族是人族 大唐官府 最后还是回归大唐 那加两百 要是先族的话会贵点 九尾冰湖 等会看有没有锦衣 限量真的很多 这号也确实把钱花在了很多 刀刃上 刀背上 刀饼上和刀裤上 挺多 这号要是有个 还差一个青蛙词起飞 行当仨 召唤兽格子12 再加一千二 哎我操 九尾冰湖加青蛙词 175级的男号 最便宜的话 应该是在13万五左右 冰寒敲 三六零 翻版一千五 浪淘沙 裤子 孟蓉蓉 智云段 孩子626加310加195加537 孩子1668 孩子魔镜的本来就值钱 比先例的值钱一点 八千 还俩魔镜 门派不一样 646加282加182加433 这还有一本红书没上去呢 1523 15 还有最后一个空耗的经验 没加 687 好腰带的话 愤怒加满天华雨 84 看防御加熔炼 5万差不多吧 帽子的话 破血 防攻 帽子的话 宝石稍微便宜一点 宝石钱的话 大概是3万 帽子的话 1万 大概是个4万 鞋子的话 黑宝石就是贵 敏捷熔炼63 防御有点低 还失败了一次 5万5吧 项链的话 精轻 13再乘一个6 减去247 项链出零 169 也就是国标 项链的话是17000 加宝石钱5000 17000再加5000 2万 2万加套装 23000 这种链就等于不是了 衣服的话 15甚至12 180 455-180 户防275 熔炼19 294 利敏双加70 15的满金花鱼 衣服大概加套装的话 2万 宝石再加3万 5万 5万有点高 4万防御有点低 武器的话 1085 除以3 加649 减去125 出伤的话 885 885的武器 大概是一个3 3加36 全身的装备 搭配非常的合理 25000 再来500 23000 再来500 戒指的话 爆了2点伤害 7万5加3万 10万05千 戒指是个大件 全身最大的大件 大唐官府 其实就是今天早上 咱们刚才也总结了 它是一个花费特别高 卷的特别厉害 就是你说12段13段 试图大家抢着要 但15段的大唐 它在帮战中也不吃香 因为它得需要 地府给它挂小死亡 跨生寺 给它加金刚护法 还得有风 风系 能控制对面的风系 保障它出手 7技能全红 资指呢 也算是不错 包裹里有把扇子看一下 专用的 用处不大 现在这种法房 没有静台的话 用处不是很大了 感觉一万块钱 散现没有静台用处也不大了 但是它进阶110 杀人立批 这只杀人不 带高墙套没偷袭 这只杀不了人 宝宝装备的话是3000的级别 这是宝宝在给他个一万 资质确实好 但是它不是杀人 好像一万三有点高 代宝不装吗 给他一万还行 顺法一致加金豹 我操 这是我见过 梦幻西有法资最高的召唤兽 竟然没有之一 我一直以为 梦幻西有法资最高的召唤兽 只能在持国 化魂 还有蝴蝶仙子中出现 真的是没想到 还有馄饨兽 真的没想到 一个童子竟然干出了2629的法资 合出来就他妈2600 在之前 法资最高的是馄饨兽 一般3500就差不多了 这个3600 一致加金豹 速度1322 这个展示完了 等会儿系统去领取200万游戏币 召唤兽给你回收了 野生这是洗完点的 人家洗完点的 宝宝装备的话是零法 零法 零法 极限零力 极限零力 1567 一般过1500就已经很高了 直接高中还高 你就随便加了 1700 1800 我觉得都行 12技能 可能这只宝宝两万都不好卖 体质有点低 防止也不算高 避磊的11技能和12技能现在基本就咋说呢 基本上就没啥用了 76 75 70 但是高防御 这套宝宝装卖会比刚才更好 一万 差不多吧 一万月的感觉点高 一万卖不上 老板的号 估完的是72万8 如果要摆的话 建议188万 等还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